行車記錄器拍下前方這位女士 沒戴安全帽竟然還敢闖紅燈 還要綠燈車輛禮讓她 下一個路口還繼續闖 甚至跨越雙黃線逆向超車 就算在大路口一堆車也不怕 就這樣連闖三個紅燈 超狂違規全被後方騎士拍下來 事發地點就在台南 這名女騎士短短四分鐘就違規五次 沒有戴安全帽跨雙黃線逆向 還連闖三次紅燈 總共要罰六千五百元到一萬八千五百元 同樣在台南這個路口阿伯看看左邊 確定沒車趕快右轉 但她沒打方向燈 不只沒戴安全帽還跨雙黃線逆向 下端路口又不打方向燈 看看她的手竟然還有一根被點燃的香菸 到路口居然直接闖紅燈右轉 短短一分鐘就收到六張罰單 算一算阿伯沒戴安全帽 兩次沒打方向燈逆向加上手持香菸 最後還有紅燈右轉總共要罰四千七百到一萬一千元 兩個超狂違規都在台南 網友猛酸有夠狂 感謝充實國庫不要再上路害人 甚至說根本是在炫富 超狂違規大馬路上車來車往也敢闖紅燈 不只不顧自身安危 甚至拿別人的安全開玩笑 短短幾分鐘就違規這麼多次 後續過萬的罰單到手可要好好反省 記者賴冠章 紅婦人 郭怡貞 台南報導